我们今天也给大家的资料里面有这个讨论的题刚才有四点 第一点就是两岸协定递节之立法权及行政权的分工 第二个是如何兼顾两岸协定递节过程充分之产业沟通 资讯公开及协商之保密作业 第三个是如何落实两岸协定递节的公民监督 第四个如何落实官方与民间的两岸协定冲击影响 提供及相关的救济措施 主要这四个议题那当然你也可以就我们两岸协定的讨案的一些内容提出 那首先呢我们就请我们的这个短黑箱符号的赖宗抢民主阵线的赖宗抢 赖律师 这四个议题就好多了 主持人好 各位先进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就把我接下来的八年的集中在一个问题上 就是民间团跟行政院团最大的差别呢 就是对于涉及中华民主主权的政治性协议 需不需要做特别规范 我想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 当然需要做特别规范 那先前行政部门的八卦路委会主委的 唯一呢是说因为政府现在不执政跟对案进行涉及主权的政治性谈判 所以这个想法是多虑的 那我接下来要谈这个问题 我想就必须根据事实来跟各位做说明 这绝对不是多虑 没有错 先前蛮有总统在上任总统大选的时候 他抛出了洽签合平协议 引起虽然大拖了以后 马总统个人的政治承诺 他是有说如果要谈合平协议之前 一定会先进行公民投票 那所以当时许多朋友都判算说 合平协议这个议题应该是不出过去的 至少在马总统任内也不会 但是我必须提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就在去年的圣诞节前后 陆委会跟马总统 非常巧妙精心的合演的议题 向对岸抛出一个讯息 要跟对岸谈军事护士机制 我把这个背景做一个报告 请各位回去找 去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12月25日 或许是26日或24日 因为可能报道前后的关系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25日 当天同一天有两则新闻 在场如果有资深媒体记者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新闻操作代表什么 当天第一则新闻是 它是用不是以赴的方式 这不是直接说陆委会王主委说什么 而是用说明的说 王与其主委到国民党中常会去报告 中国去做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 这个行为 他的议谈是什么 当时王主委的中央社的新闻是说 根据王主委在中常会的发言 王主委分析 这代表中国要利用 防空识别区来跟台湾谈军事互信机制 如果我们看到第一则新闻 这个代表王与其的客观分析 他并没有一个主观的意愿说 对于要谈军事互信机制 我国的立场是正面或误面 他没有讲 但是如果各位再去注意的话 同一天总统府的新闻稿 马英九总统 这个新闻稿现在应该还在总统府 马英九总统接受亚洲中刊的专访 那个亚洲中刊的记者问了很多问题 也帮他做到政治谈判等等 当时马英九总统是这样讲 他说 中国大陆的防控识别区 最近发布了 跟我们的防控识别区 有重点 就这个问题 他没有用军事互信机制这个问题 他说就这个问题 双方应该坐下来谈一谈 各位朋友 你把这两个新闻加在一起 答案就不知欲出了 就是说 因为 两岸的防控识别区重叠的问题 引发 是否就这个军事互信机制 来做谈判 协议 马英九向对岸传递了一个正面的讯息 我们要跟你谈军事互信机制 这件事情我在立法院 几个礼拜前的公平会 我公开提出来时 到今天为止 总统府跟陆委会没有任何证据 所以 和平协议 这个名词 被马英九先前的承诺绑住 但是是不是代表马英九卸任前不会做正式谈判 错 马英九卸任前如果不是发生这个协议的话 他的计划就是要正式谈判 从军事互信机制开始谈刺 这也跟马习会有关 大家如果把去年圣诞节的时空背景 再做一个连结的话 其实就是连结到后面的马习会 这本来是马的固定 至少从去年到现在 马政府没有任何一个澄清说 我们不跟对岸谈军事互信机制 在我现任之中 所以我今天提出来的质疑 不是凭空想象 而是真的真实存在 马政府如果不是这场血远运 他确实有可能在卸任前跟对岸 就军事互信机制进行谈判 再问各位 如果谈军事互信机制 这涉及法律修正吗 这是送立法院审议还是送立法院备查 还是三个月后自动生效 到行政院的版本 这不涉及法律修正 这送立法院备查 就算是你把备查改审查 也是用张信中调判 三个月后自动生效 可以是这样吗 没有任何人反对折平 但是如果所谓的折平协议 是要在终止内战的架构 是要在一个中国终止内战架构下 把台湾跟中国大陆绑成一国 确定将来的必然统一的话 全台湾多数的民意是反对的 我必须在这里正告读了 各位观众 全台湾的多数的民意是反对的 你们不要拿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 不要拿老国在最后一次修宪的征修条文的 自由地区大陆地区来帮我们 人民就是国家的主权者 我们是反对的 因此 军事护兴机制 避免发生军事冲突 有没有人反对 没有反对 但是 如果你的军事护兴机制 就是要绑 终止敌对状态 把台湾跟中国 绑在将来必然统一的架构下 抱歉 多数的人民是反对的 多数的人民是反对的 那马政府又会说 政治无所不在 那个司法互助协议也是政治协议 我们不要扯这些 橙枪烂掉 我们定义的非常清楚 就是涉及台湾主权地位 涉及中华民国主权地位 这相关协定 在明天版草案的第六条 第二项 包括军事护兴机制合同协议 结束两岸局对断派 安排两岸阶段性或中局性 政治解决方案 话题分享将界 决定中华民国国际上代表地位 以及其他影响中华民国台湾基法人民 对中华民国台湾基法主权 是各项协议 那这样的政治协议 我们有几个要求 第一个 不是行政权可以三方面出去谈的 因为这不是一般协议的 这个一定要国会三分之二多数同意 通过这个地界计划才可以去 再来 最后排位来批准的时候 也不是国会说算了就算 要四分之三同意 而且必须 过半数 公民投票同意 今天 我必须在这里 再次向陆委会的官员提出一个要求 去年圣诞节 王金平到国民党中华会做的报告 以及同一边 马英九接受亚洲周刊的专访 所谈的军事护卿机制 所谈到的 因为防控识别区的通图 两个要坐下来谈 你们是不是应该收回这句话 如果你们不收回这句话 请告诉我们 当两岸开始谈的时候 在行政院的版本 行政院的监督条例里面 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请你公开承诺 如果在马英九卸任前 不会有这回事 你如果不愿意讲的话 请你把行政院的版本存回去 谢谢 好 我们谢谢赖中强律师 所以他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 就是牵涉到两岸的军事互信 还有这准备的牵涉到你的 可能一个天地实际的时候 应该要怎样规定 我们看到行政院的版本 就这个部分 只是增加一个所谓的不安审查 那这样子就是够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 好 那下一位我们就请 宪政公民团的代表 王国昌桓华教授 那主席各位委会的代表跟专家学者 还有学生团体跟公民团体的代表 大家好 那一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就今天有关于两岸协议建筑机制啊 法制化的这个课题 恐怕在发言的时间当中啊 没有办法就文件版跟行政院版 那非常多的问题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跟大家说明完成 那不过我大概就只得焦点上面啊 的问题 提出来啊 那可能就 目前啊 在 舆论上面 陆委会啊 他们是不想要去回答视频啊 的部分 那提出我个人的 观点 那同时也希望啊 能够得到 陆委会 他们清楚啊 正式啊 的回复 我想刚刚 赖律师啊 他 已经啊 就有关于在政治协商议题 民间版里面有公民投票机制 在行政院版啊 没有 那刚刚赖律师啊 所引述的在2011年 马英九总统称两岸和平协议 他一定会先经过公共 这样的政治承诺 如同刚刚赖律师跟各位报告的内容啊 显然我们这一次行政院 不管是江泥化院长 还是王立席主委 他们在提行政院版本的时候 完全的把 法总统 他自己之前所做出的承诺啊 抛出脑后 那第二个部分啊 是赖律师刚刚以 有关于啊 军事护进机制啊 当作例子 来去驳斥啊 之前 把政府他们所提出来的说进程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如果这件事情啊 是真的的话 那我就觉得非常困难 在太阳花学运结束啊 那一天 刚好就是那一天 法总统 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清楚的表明说不排除与北京协商政治议题 那如果马总统在4月10号就已经清楚的表明这样子的态度 我们的 法政府相关的官员在近日又说根本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到底要全国的民众啊相信哪一件事情呢 那第二个啊我可能要比较仔细的啊在家里说明啊是在太阳花学运啊的情节当中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跟各位说明跟各位报告 我们要先立法再审查 那一天啊就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这件事情必须要完成立法 终于得到台湾公民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以及朝野两个朝野各个政党他们都承诺要去在这个接下来的会期当中啊开始针对各种不同的版本来进行实施审查的时候 我们提出了五个立法原则 那五个立法原则 刚刚会议的主席 由美女立委已经清楚的跟各位说明过了 那但是我们现在啊在媒体上面却看到了把政府啊他一再的去指责说我们是要把两国论啊去入法 那我在这边啊大概就我们目前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啊在台湾社会当中在我们的国家当中对于在统独意识的分配上面可能大家有不一样的看法 那当然很清楚的一个趋势是啊是如同刚刚在律师跟各位报告的内容 绝大多数的人绝大多数的人是反对 把台湾和中国看成是在一个国家的架构下面 我们没有要跟啊对岸统一 好 即使我们先不去论啊在民意识上面啊对于有关于台湾的主体性或是台湾的国家定位 所抱持的看法我们姑且姑且先不要去谈在这个政治议题上面所产生的争议 在民间版一开始在名称上面用的用语就是两岸协定定解的条例 用两岸基本上就是一个中性的名词 如果我们要把两国论入法的话 事实上在名称上面可能就会直接解两国而不是两岸 那第二个事情是在我这边所铺牌的光谱上面 从台湾国跟中国到中国跟台湾地区 在这个统图的光谱上面有的时候会反映出一定名称上面的不同 民间版事实上他所使用的用语是尽可能的去具有涵盖性的去包括在目前台湾社会当中大家不一样的看法 因此他使用了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跟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两个中性的词汇 那为什么我说这两个中性的词汇如果说真的去坚持两国论的话就不会出现大陆这样的用词 那第二个我们在条文当中所指涉的是政府跟政府彼此之间的关系 就有关于主权的问题在民间版的条文当中根本没有去处理也没有去处置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去指责民间版把两国论录法这样子的说法到底从而而来 那进一步今天可能要救教陆委会或者是马政府的代表 当然我不知道到底现在谁可以代表马政府发言 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发言反反复复的让人无所适从 但是今天清楚的问题是说马总统他自己所讲的治权不相互否认 治权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如果背后没有一个政府的话请问治权从何而来 请问治权从何而来 即使站在马英九总统他自己所宣扬的概念下面 我姑且不论说我们赞成或不赞成他宣扬的那个概念 他所宣扬的那个概念台湾绝大多数的民众能不能够支持 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治权不相互否认的话 这明明就是两个政府他针对有关于在各式各样通商的事务上面 或者是说其他的事务上面所签订的协议 使用政府这样的词汇到底有什么错 那如果不应该去使用这样子的词汇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请马英九总统 或者是请张义华院长或者是任何可以代表政府的人 清楚的告诉我们你所谓的治权不相互否认 概念意涵到底是什么 而那个治权背后掌握治权的主体又是什么 如果没有一个政府的话那你这个治权从何而生 这些基本概念的问题 如果说今天我们真的要去扯基本概念的问题 我希望这个问题把政府可以清楚的出来 讲清楚 那第二个部分是在民间版跟行政院版 一个很大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认为在事前民主的时候 或在事后民主的时候 对于国会他在跟行政权共享的过程当中 在跟行政权共享的过程当中 国会实质的审议监督的这件事情 不管是从事前民主还是从事后民主 民间版都比行政院版要来的优越 好 因此 第二个要请教行政院版本的问题是 要请教行政院版本的问题是 上一次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在大院内政委员会所招开的公平会当中 陆委会他所提出来的书面资料说 福茂协议 福茂协议 他所签订的过程 没有黑箱作业 那完全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那我今天只问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非常具体的问题 那个具体的问题是 请问行政院或者是陆委会 依照你们 自己所提出来的行政院版的四个流程 来加以检视 到目前为止 所谓的福茂协议 在签订 以及事后国会审议的过程当中 整个流程 整个流程 有没有符合行政院版 今天所提出来 版本内容的要求 是有还是没有 因为上一次 陆委会所提出来的报告 我阅读完的感想是 行政院认为 行政院认为 他们所提出来的版本 以及就有关于 他们在签订福茂协议当中 已经有做了民间的咨询 有对国会进行说明 也有进行产业来加以沟通 那因此 似乎是 似乎是 行政院目前为止 对于福茂协议的处理 即使是按照行政院版的内容 来加以审视的话 也完全符合 行政院版今天对于 两岸协议监督机制法制化 他们所提出来的规划 那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 这个问题你必须要正面回答 大家才能够去了解 而且评估说 目前 台湾社会 绝大多数的人都反对的 那一个黑箱程序 是不是被行政院版就地合法化 这件事情一定要说清楚 请行政院 因为路委会具体的回答 具体的回答 福茂从签署到现在的国会审查 符不符合行政院版自己所提出来的内容 那如果答案是符合的话 我们也可以让全体的公理清楚的认识到 在行政院的观点当中 我们目前对于福茂的处理 完全符合现在行政院版 他们对于未来有关于两岸协议 希望按照法制化的处理程序 那这个答案确立了以后 我们才能够认清行政院版的本质 我们也才可以去评价说 这个行政院版到底是值不值得支持 谢谢 好我们谢谢黄国昌教授 那他所提出来的期间 等一下我们请委员会员够给我们答复 好那我们下一位就请中安研究院 好研究者清言课书去研究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更一直很好奇说 为什么这个民间这个马政府会觉得说民间版会有违线的问题 除了刚才黄富研究员提到有关两国论的争议不外 还有就是有关于说会不会这个民间版有立法比价行政的问题 我很好奇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我认识的信号标准是不一样的事 我先试着来比较民间版跟这样的官方案的这个 在这个协议的协商签署前的这个部分 行政权跟立法权的这个分工他们的差别 那我想主要的差别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刚才赖律师有提到就是针对重要的政治协议 那民间版是要求说你在行政事关在行政部门在递捷 要去递捷之前你就要先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完全没有看到官方反对于有这个特别政治敏感性特别强的协议 还有没有做特殊的协议 完全没有 那这是这是第一个图牢的差别 那我想这个差别会不会是因此而导致民间版有回现的问题呢 我认为是不过的 因为这些重要的牵涉到宣传的协议 原则上都有我们在宪法理论上有所谓的人民保留乃至国会保留 国会保留乃至人民保留这个这个基本的民主原则的适用 所以行政部门即便他有这个直接的民主正当性基础 但是我们不认为这个他的这个选举的民主正当性 已经已经送给他去签订去协商 涉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安全 对国家主权有影响的这个部分的协议 我们并没有这么认为 所以还是有人民保留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 这些部分 由监版应该是更清楚的彰显的宪政的民主原则 反而是行政院版 由于并完全并没有多这样的区别 所以他有违线的协议 另外一个差别就是在于说在一般的协议 特别是像我们这次引起争议的自由保险协议 这方面的签订 我先就立约签署前的这个阶段来做说明 所以关于签署后审议的阶段 其实官方版跟行政院版的问题其实非常严重 不过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也很努力 接下来有时间我们再另外补充 我先针对这个前阶段的部分 那行政院版的部分 它就是一个非常低密度的 非常低度的容许国会的参与 而且是原则上是只有行政院版基本基本的词语 就是由行政部门基本基本的资讯 还有资讯 并没有完全并没有任何的 比较高强度的参与 但至于说在民间版的部分 就是我们会有设定就是说 除了请行政部门要提出这个 地检计划的报告以外 那么立法院出今有决议也可以去 针对这个报告有提出修正意见 诸家付款或者保留 那我想就是说可能 就是说可能陆委会或者是行政部门 认为对于民间版 会不会有违线的预计可能主要是来自这个部分 那我们先我们可能要判断有没有违线 我们现在需要去讨论我们的前提 那到底宪法规定了什么 有违线的前提是在于说 他们认为这个闭约权完全是专属 由行政部门独占 专属于行政部门的权利 在这个命题下面 如果这个命题成立了 才会有所谓民间版会有违线的这个疑问 那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 这个命题并不成立 这个命题在宪法理论上并不成立 很多人就是在引用这个权利分立的议论的讨论的时候 他会援引美国的总统制的相关的判决判例 来做说明 因为我国的宪法在这方面的规范 其实是非常的模糊 有非常多解释的空间 所以可能他们会觉得 我们是在参考比较宪法 外国宪法的意思 那我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我们目前的研究发现说 这些论述 他可能误解 错误的理解了美国法 美国的宪法 那当然也错误的理解了台湾的宪法 议约权专属于完全由行政部门享有的这个权利 这个是18世纪的现场思想 在现在我们2014年21世纪 基本上我们并不认为说 这个缔约 在缔约的部分完全是只有行政部门 行政权有权力掌握这个 有权的参与额立法 又完全没有办法智慧 我如果取一个 可能那个群体的细节的理论 可能大家会在理解上 会有一些问题 我直接取一个例子 各位知道说 那个联合国宪章 就是那个联合国的这个基本的组织 基本的规断 美国的代表团 美国代表团有八位代表 他有四位是国会议 如果说今天这个在美国 或在其他国家 替约完全是专属于行政部门 不管是总统 或是内阁总理的话 他为什么要让国会议员来参与 国会议员当然可以参与 他要参与的原因是在 我要再进一步说明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 其实不管是看美国的 当代的宪法的发展 或是欧盟 欧盟的这个条约审议 他的国会参与 还记得说 2000年以后 打WTO制度下面 因为他都法国的国会 他们发现说 自由贸易协定对于这个 社群的生活影响太大 他需要民主的参与 有民主 不然会有民主的赤字 所以他们都肯认说 我除了说这个 国会除了是最后的法官以外 他基于这样他的职责 他在前面的阶段 他就可以参与了 所以如果说 有所谓的行政保留的话 那个保留 其实是要非常限索的 那个行政的专组的权力 其实是要做非常严格的解析 非常严格的解析 因为我们就算 行政部门 有他直接的民主这张心 但他的这个直接民主这张心 并不表示说 行政部门可以直接立法 我们立法 为什么会需要有国会 就是需要有一个 一个多元的参与 多元审议的一个机制 行政 一元清的行政权 他并没有办法 做到他再有民主正当心 那个民主正当心 仅值于他传统的行政 执行法律的部分 但是对于规范的制定部分 他并没有这个处战的权利 那我要进一步再讲就是说 为什么传统的这个 我们现在已经认为说 不管是在美国欧盟 或者在其他很多的国家 都会认为说在国际协议 不管是经贸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协议 国会的事前参与 他们非常的重视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除了在于说 我们在宪法权力分立 并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区分 都要行政权 只有行政权可以管签约 立法权才能管最后的审议 并没有这个阶段区分 这是第一点 我第二点要强调的是说 为什么国会会认为说 在这个第一个阶段 就有重要的参与权力 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说 我们在现代全球化的时代 已经没有所谓的 对外事务跟内国内政事务的 这个严格的区分 你如果 传统你如果说总统 或者说国家的远总 可以对外 是因为说我们对外 需要有一个单一的意见 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 很多对外事务 都有内国的效力跟影响 check and balance 要互相的监督解释 避免权力的独大 如果说今天一个宪法的解释 导致的结果是让某一个权力 专属于某一个权力部门 某一个政治部门 这个宪法解释 就必须要受到严格的解释 基于说 学理的认知 所以我就先报道到这个地方 然后他喜欢我 我们谢谢这个 书念祖书研究员 好 那下一位我们就请 这个Eastree的街头 民主审议团队代表李嘉华 我是李嘉华 那我是这个监督解释的统队代表 那我目前也是台道政治局的学生 那接下来的报告内容 大概分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跟大家说 你到底人民意会意见书 他是经过什么样的程序 还有他的结论主要的内容 那以及说做监督解释的这一群狂队 他们在这个基础之上 其实透过未来的两岸地跌 和逃利量过程的监督 不管是公主资商 公民参与 我们期望期待的情绪 但是他本身就应该要 行政民主的想象应该是什么 这是我们今天 接下来的主要报告内容 那我先说一下 整个团队他的组成 主要都是过往大概已经十年 十年被台湾操作公民生意 还有在处理房间制度 听证程序 以及涉大再做公民参与的团队 现在大家首先是有一份文件 是两页A4 那它是文字版人民议会的一件书 但是呢整个人民议会 它的操作 其实是在4月5号当天 总共有51组 51组大概捡动了一千近五百年的公民 那他们的损益 所有51组的结论 现在完全都已经上网 那如果行政机关愿意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也希望你们每一份报告都可以补兴认 那我详细先说明一下当天的操作程序 其实当天的操作程序 一开始 我们是要恰邀两位专家 两位专家进行关于条例 不管是政院版或民建版的说明 但是非常疑惨 但疑惨的是在前一晚 我们跟陆委会的高层 跟陆委呈的高层联系 他们是具体的参与的 他给我们的理由是 他们没有办法到立法院来 他只能在议委会或是其他的场域 才能谈这些事 这是第一个部分 所以在整个程序的过程中 在操作这样子的条例 让公民有一个真正经商 或他的过程里面 其实那时候 我们也会去远派人来谈你 他在程序上 其实有这样的设计 就是让不同立场的人来谈 两个条例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整个讨论的时间 大概是90到100分钟 是让每一个场子 青岛 地场内 还有潭南场 总共一级五百位的公民 他们对我们的条例 没有 他最后是分阻谈的报告 那我这边必须要说的是 公民他们最后的结论 并不是只有一位的 针对圣院团提出位团 他们对于民间团 没有更多的建议和想法 所以我要说的是 点下六话原则 你们并不是说 一定要通过哪个版本 但反过来说 不管通过哪个版本 必须都应该回应 应该要回应 公民他们的讨论的原本 好那最大案就是在 在清早 然后就是在异常内 就是在提前 那我这边要稍微的补充一下 就是说 整个不管从服务 或是到监督条例里来 公务门或行政部门的资格 对于公众沟通或资商 比较多的这个 i-tech 比较像是流离正面宣导 那比较多也都是 依赖公关部位公司 做宣传 或是惯用的 惯用的台团法人或团明 但是其实这些单位 他们基本上都不了解 真正公民资商的内谈 他今天不是去 你们这样的话 在教堂 或是在哪里摆一个 说明会或公司会 他就可以拿到 公众沟通的效果 他实际内谈不是这样的 那你的操作 若只是协计上是没有用 所以即便是在接头 即便是在接头 没有白板 没有茶水 没有一张桌子 他们还是可以进行 关于条例的实际讨论 好 那大家首先都有两页 两张四页 公民对于条例的想法 那大家可以翻开来看 在第二页 第一个讨论的是 公民他们听过使命 他们认为未来的监督条例 指定定道有 第一个是公民要有广泛的机会 实质细枝平等的参与 那这部分大家只能可以参数看到 他有提到 比如说公司会代表迫击症 可是很遗憾 台湾的行政机关有 听证等拒绝症 往往都很少 愿意启动听证 而听证 我这边必须要说 如果这个国家 这个行政机关是在乎的话 他就不会只有在 九四九五年 联训过一批 行政的主持人 而往往对于听证 就是犯了上公经会 或者是没有预备听证的想像 没有离听证点的想像 而这些已经不是只是 团体实务界 或者是学术配合 一代而一代的 那这些可能都是在 情报也好 或是在这个条例 大家在谈所谓公民实质 开与情绪 这个具体方法论再提到 好 那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公民提到 就是需要公开扣民 充算保障人民支持的权利 那这个部分 往往行政机关都会用 这是机密 这是国家安全 这是这个机密的范围 没有办法公开 但是公民在讨论的过程里面 是提到 机密的范围还有定义 不应该由行政机关 他自立的任务 他应该由法律 去凝定他的建议或者是要件 避免动则以机密为由 而不公开支出 而伤害人民的成立 这是第二个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 他强调就是说 整个关于条例也好 或是符号 他不应该只是把 经济发展摆于优位 而是有各项价值的权衡 那第四个部分 他强调的是 关于冲击服务 必须全面成立确实的客观 而这个评图他特别的提到 在公民讨论的结论里面 要纳入于宣传的服务情绪 那特别是对于 弱势产业的服务准 以及还有配套 他必须应该在 实力建议前 是几个配套 而且要向公众作物 这是在第一个部分 那第五个部分 他是提到 罗会他必须要具有实质的审查权 而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往往会怎么样 因为现在在正院团 他是就是 呃 三个月内如果没有完成的话 就转废查 但是在公民的讨论里面 是非常担心 这个就是实际剥夺 国会实际审查的成立 而公民也在这份报告里面 但是说五十一组 他们讨论内容里面提到 特别指导说 特若实国会的实施审查权 是要让议委能够确实反应民意 不要只是顺从党义 确定居民意的意见 是在他们这种部分 这个阶段内提的 那第六个部分 其实来谈的公民是认为 上位的概念是 两岸协议必须建立在对等 互惠的原则 台湾主权国家的地位不得白话 不过他在 大家也可以看到最后一点 他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概念在里面 许多组许多组是认为 应该基于国家罪行的权利 但是也有一些组别认为 建筑条例的地方 应该重新思考 两岸关心的性质 提高两岸协议的法力位阶 但是也有一些小组 他是认为说 应该纳入国际仲裁机制 或者是依据国际多边的 这样子会员的概念 而这样子公民审议的联民立会议变书 其实对照目前民间版公民在喊民足球 其实是有对照的 那我们接下来想要特别说明的是 公民开语也好 或是公民监督也好 或是公共资商 他在挑战的是行政机关对民主的想像 他在挑战的是各位对民主的想像 在世界各国 特别欧洲国家 他们在做公共资商 他们在做公共资商 是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方法的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公共资商是什么样的 在启动听证的时候 到底在担心什么 而为什么把非法的听证判的 跟公听会一样 即便有行政程序罚在 我不知道这样子 是不是在我们厌公共行政的ADC 但是这样子的ADC 的确是现在行政机关在谈公民参与公民监督 公民质商是没有的Mindex 你的证券在一开始 到不同的意见 到聚焦 其实你都有一些不同的操作方法 也 可是我们都没有看到 完全没有参与 而所有的公民参与自负就是 自负在有象象征的参与 如果行政机关不是打法 公民参与公民参与的形式的话 使让我们看到很具体结构性的设计 有一个相互说道理的过程 不然你的决定再去宣称 你有公民参与 或者是说 现在的所谓的江苑场去谈 要扩大所谓的跟青年沟通 跟透过网路 你没有这样子的说服力 你没有这样子的过程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宣称 你这个公民参与的正方式 或是认受性 然后我们最后要说的是 人民在这样的过程中 说你的过程中 持续尊重他们的生命 之后 最后的商讨过程 因为这样的商讨过程 才会拉出风风气的想象 而避免你们在做决策的时候 现有办法去宣称 这才狭隘的一个观点 那最后 我是台当政治部署的学生 现在我还没有毕业 但是那时候的江老师告诉我们 如果一个体系 说他自己是无论体制 但是他对成员的促成 没有认真回应 这个抗议是有正当性 哪怕是暴力的抗议 这个抗议正当性的多寡 就在这个程序 保护不忍的程序做证 这个就是 好 我们谢谢李嘉华 李同学的一个报告 非常的清楚 我们也看到 下一代在省议市的民主 他们已经运作得非常成熟 而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我们行政机关 应该要加紧讲部学习的 好 那我们下一位 就请公民觉醒年门的代表 王晓晨 王先 主席跟 在场各位讯论专家 代表 以及各位的来听大家好 其实我非常感谢就是 主席有这样的邀请 毕竟我们大概是数人 但是我们就是一般的公民 一般的民众 我们可能就是现在这个世代 巨大多数的年轻人 我们未必 对于法律 经济 政绩 社会 有多大的学识了解 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公民 我们这个国家公民 所以我们对这个国家社会有一些形象 我们对这个国家社会 他所践行的这些情绪 一些民主的过程 是不是符合我们心中的认知 我们会有一些了解 我们会有一些判断 每个人都可以来做这样的价值判断 并不是只有所谓学者专家 或是高高在向的政府管理 第一个我们要谈的问题 是今天为什么同胞 这个事情 以及那么多争 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在国家主权 很多人都在谈国家主权 甚至有人扩大解释到说 反同胞这些 反同胞就是要害者 做了这样扣号的东西 事实上我们要谈的事情是 无论同胞 国家主权的问题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身在这些土地的我们这些人 我们所有的台湾人 关心的是什么 我们关心的核心价值 我们选择的价值是什么 从去年很令人振奋的 很令人感动的 25万人为了正义的上街头 到今天 50万人上街头 这一而再再甚至都说明了一件事情 民主、自由、人权、正义 这些是一个台湾人 有共同选择的股市价值 这是我们一起 愿意去捍卫的样子 为什么 张庆忠立委30年 通过这件事情 让那么多人感动不容易 他其实没有一个明显的受害者 因为这个受害者是权利民众 这个受害者是整个国家民主 是整个国家民主 被狠狠地打一把子 所以 大家是感受到 所有民众是感受到我的 民主价值所代表的生活 被狠狠地践踏 意思 忍不住 我要站住 但张庆忠立委这个举动 其实更后面 大家很多民众都知道的事情是 行政机关已经将只践踏民主很久很久 只是大力都知道 这是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强调的 也就是说 民主自由、人权、正义这个普世价值 是所有人民共同捍卫 而他下位派生的一个原则是 政党法育程序 他所下位派生的是 权利分立的原则 而这两个正好就是 现今我们正好用 福报这个是正义 看到国家现在整个政治制度 当时多了 没有完整的践行 散进政党法育程序的过程 没有真正去维持 群立整合力的一个故乡事务的原则 我们往后就来讨 政党法育程序有几个问题来谈 第一个 我说过 怎么未必是什么法律转型 但是在人民的角度上看过去 的确是这个政府在行政机关 在签订的合作 这个协约 你说协约也好 协议也好 却没有经过任何人民的统议 也没有先 让很多人大多数的了解 我相信在去年 不要说在去年 我相信在318这个事件之前 你去街头上随便找一个人来问 福报是什么 你知道福报的成果吗 我敢跟你说 八成以上的人一定会问你福报是什么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行政机关的所有各位官员 在这边坐在这边 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 你们真的敢跟人说 你们一些善性沟通的 你们就要这样子 除去代表国家 签订这样的一个 无论你定义它是协约也好 协议也好 甚至是如行政机关 可能最早所说的心 把揮给你良心 你真的摸着你的良心 你敢说这样的事情 今天我代表我们联盟在这里 我们联盟没有任何的党纪 我们没有任何的党规 可是如果我今天完全没有跟我们联盟 因为伙伴说我今天要站在这里 要代表联盟在这边 我就站在这边 我回去觉得被公开到这里 行政机关影见 这些官员竟然敢做这样子 这已经不是什么正当法律程序的问题 这不是社会的人最基本该遵守的价值 该遵守的规定 还是因为你们当了官员 所以就可以忽视这一期 下一个问题是 正当法律以及 所谓的权力分裂的原则 不单纯只是行政机关要存行 权力分裂的自护肩自能 更重要的一个概念其实是 不管是行政机关、行政权、立法权 同时都该担负其他的责任 在这个过程当中 立法机关正有单纯的责任 真的有完全三纯的责任 不讲别的 但是讲一个很简单的就好 张庆忠不立委 30秒通过五方分裂的事情 在意识数当中的最后的期限是限制的 变混乱 这边我需要给意识人员留下来做这样的记录 给一个掌声 但另外一个问题是 部分的立委 国民党的立委就自己出来说 算了算了 党做别的事情 我们也愿意逐调审查 那你就先对张庆忠立委 30秒践踏国会这件事情做一个错误吧 所以起码张庆忠立委 是不是自己应该自己先送去游会 他为什么都还没有这件事情 就赶出来大家这边和谐来有些句 大家说说他也就没事吧 他没有担忽起这个责任之前 到底拼什么 还有那个脸说 还有居住什么 自己做过的事 如果他承认那30秒是一个错误的事情的话 他最起码自己先出来去政治责任 下一个我们要说的事情是行政情况 我们有限在过去参加过几场 针对图报的公民会 在这个公民会过程当中 其实一直发了问题 很多人大陆也知道 我们尽可能的用红绿直播方式 让更多的民众可能会知道 这边我们叫做行政局管理 行政官员 我们在帮你们做事 你们是不是该发薪水 你们没有去看很多的了解到说 你们要去开这个公民会 并且要让这个公民会上 去透露出来 让公众知道 我们在帮你们做这件事情 结果 在公民会上面 所呈现的就是 你在的呼口号 你在的呼口号 从海基会董事长的 利益其大化 充其其小化 到陆委会 主委王悦齐先生 不停票声式的轮带式的播放 讲到最后一场公民会 就出来跟大家说 谢谢大家的努力 我们都听到了 到最后 浓缩到现在 其实马亦九总统 就只是在把这整个浓缩起来 用力大的第四个字 来做一个概括 到底力在哪里 公民会报告 公民会报告 被多少专家学者提报 第一个 里面的内容 布置贴上 评估任何一个产业 都是用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是在骗什么 一开始还没有引文献 到后来文献引了之后 又被人家 被学者提报 里面所引的文献有误 最后自己摸摸鼻子 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甚至在里面一开始 按照F法 签订出来的这个什么产业 的一个分享当中 还被立委也发现 被实证里面有错 这次你们已经谈完 回来 签完回来 要告诉民众的资讯 都还有错 那我有一个问题 行政官员要不要自己出来 是责任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没有人才去责任 麻烦请人一下 不管如果也会 因为我知道那个报告 是经济部的报告 经济部今天没有官员在此 我会请人一下直接回顾一下 我记得那时候公公会 都是市长办 所以他应该都会不知道 这些报告都有错的情况之下 难道只是说我们回去改改就算了 就没事了吗 如果我们像学生或是什么 我们做报告这样子 我说我交出去了 我做了 我改改了就算了 就算了 就没事了吗 我们曾经很多人有很高的学识背景 成为这样的官员 难道没有这样的一点点的羞耻心吗 我已经不是在讲到说 你该不怎么样 身为一个官员 该不怎么样责任 该有什么法规规定 还是你最起码的一点责任感 羞耻心在哪里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到现在为止 都还是只在说加强沟通 正定权党 却没有去像刚刚 我们有很多人讲街头 省意市民主 在这边做的都还更符合民主情权 就像刚刚 宇家豪说的 如果你们真的有重视民意的话 不是在电视前面上面 或是在记者前面说说 你们重视民意会加强沟通 你们有没有真的走到街头上去问那些 受到产业冲击的人 去到处那些可能街头邻底当中的阿公 哪怕他们根本就连胡帽两个字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先去追捕他们 让他们了解胡帽是什么都来说 下一个 我想到 刚刚 孔教授也好 或者是 书老师也好 比较多都不要好 都是在讲到一个问题 这核心就是 如果今天行政院版拿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 告诉我们说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两岸监督法制 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如果这就是我们的两岸监督法制的话 我们就拿 刚刚就没说 就把它 把过去 行政机关一路走过来的过程套进去 如果是合法的 如果这合乎你们现在所谓的行政院版的两岸监督法制的话 那就让大家一起来公平 这是不是全民要的 过去做了这些事情 原来不用先经过大家的同意就给谁去签 签完回来以后再拿一个可能有错可能有误 如果不是这么多学者专家去研究去努力的话 可能就这样扑弄过去的东西 这个程序是不是大家希望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那如果不是呢 如果你过去行政机关所做的这些一切的事情 如果拿现在行政院版的这个模式套进去都还不符合的话 那要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 那过去行政机关凭什么自己就做这样的事情 过去就用这样的出操烂尺的程序 去经过一个影响国家这么做 最后我们还是要讲到清坛 无论行政权有立法权有 这个国家的民主 它其实是用一个方式在运作 人民将权力交出给行政权的官员 交给立法权的立法机关 有立法权去监督行政权 各自都必须要拥有一个了解 你们都承担了责任 你们拥有权力 附带的就是你们承担的责任 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责任 刚刚苏老师说的 如果宪法解释 解释到最后是让行政权一权独大 不论是行政权或立法权 不论是哪一个 走到最后都是让某一权独大的时候 这肯定不会是一个合乎全民想象的限 这绝对不会合乎一个 我们想要看到的台湾的什么 我们就以今天做一个最简单的 国安会都不愿意派人来冲击一个 来做一个说明 这就是再次展现行政权傲慢的地方 如果国安会的官员认为 他们不是主管机关 那么行政院版现在第九条 行政院版连案件中条例第九条所说的 国安会作为负责的主管机关 那再写好了 那是再写来给大家看看消化的吗 不好意思 连国安会自己都不觉得自己可能是主管机关 那写在那边是写来让大家当作敷衍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两岸 现在我们在谈的是两岸之间的协议 两岸之间的协议 难道国安会 我们要请国安会说明的 难道国安会认为政治中没有任何的国安问题吗 所以国安会不是任何国安的主管机关 谢谢大家 好我们谢谢公理学行员的代表 他们真的让我们值得深思 表现得比我们的政务官员更好 好那今天呢 与会的也有几位学生 代表 有没有学生要发言的 那如果 那如果没有 我们在等一下行政官员回复之前 我们先请那所谈对我们委员 今天呢 其实今天有委员开的这个公平会是很重要的 因为是要来跟政府部门来沟通 然后来将来在立法院在審查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的时候 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的公平 可是我看 刚刚感谢各位代表的发言 我发现公部门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清楚 因为他所派出来代表称情不够 然后有的他们不愿意来参加 然后显然给我的感受就是说 其实公部门不重视自己的公平会 那这是公部门长起来的习惯 只要是立法委员个别开的公平会 也是派一些也蛮硬的 如果是这样的心态的话 我们是很希望说 这一天台湾走到这一个点地来 发生了这么大的 这个行政权立法权的冲突也好 整个国家的建政机制有可能被瘫痪 是因为我们宪法上的缺陷 没有办法去解决宪政僵局 可是行政部门的态度 如果是这个样子 更看不出这个僵局解决的可能性 所以回来这个地方 虽然今天是邮委员的公平会 我还在这个地方代表党长 表示很遗憾 行政部门对我们想要努力 去处理这些事情的这样子的用心 是估视而看不到 谢谢 好 我们等一下 就是请政府官员给我们回复 我希望刚刚其实所有委会的专家学者 或是我们民间团体代表 都希望你们能够实问实答 不要再用一些可能就是打高空的 一些就是非常浮烂的一些言词 首先我们就请陆委会的保证处的院处长 所以我们先做回复 那我希望您就刚刚这个民间团体 所提出的 第一个就是军事马总统他讲过 就是他这个不排除跟匪金政治协商 但是你们对军事互信机制等等这些跟政治主权有关的这些部分 在你们草案里面好像看不出来如何处理 你们第二个国安审查 那这样子够吗 那第二个呢就是马政府 马总统自己讲说 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治权 那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 那第三个呢就是你们陆委会的这个版本 你们就是在这个胡冒协议 就是你们讲说你们胡冒协议 其实都有依照这些的正当程序 那你们胡冒协议你们欠借已经走了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符合你们自己行政院版本所存出来的这些程序 那第四个呢就是主权有关的这个协议 那这个立法院应该要怎么样去监督的这个怎么样实质监督的这个部分 那以及其他的对于这个民间所提的六大原则等等这些文件 谢谢 谢谢 主持有委员 吴委员 在座各位推荐专家 各位公民的代表 各位先生大家好 如果会拯救刚才很多学生专家也好 或代表也好所提到的一些问题 那就我从这部分做几个回答跟说明 那首先是有关这个赖律师也好 或是这个黄教授也好 都提到的和政治议题的协商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其实如果会过去的说明都非常清楚 我们认为 我们可以按照政治谈判的时机 现在是不成熟的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时间表 还是可以做这样方面的谈谈 那所以当然了赖律师觉得非常多从新闻稿上面加在一起的讯息 但是我们在这边还是要正式的说明这件事情 就是说有关于政治协商谈判目前实施是没有成熟的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们觉得现在在这个条例里面去加上这样的一个文字 包括说军事互信也好 或终结局对状态也好 或者是这个和平结议也好 甚至某一些是涉及的宪政问题的 譬如说花冰江戒这是宪政的程序 或者是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代表的席位 这些都是宪政问题 那第一个它在宪政上面是没有必要的 那也会让外界误解说政府他算这么做 那第三个就是说某些是宪政问题 它是没有办法来解决 第一次如果是公民投票的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经营公民投票法 那如果民意上认为说这是公民投票 应该来解决 他就供公民投票法的机制来指引 那总统也做过宣誓 比如说像和平协议 那需要高度的民意的支持 那总统也公开做过的承诺 这件事情如果它发生的话 它是为交付公民投票 就是第一个必须跟大家做报告 那第二个就是大家知道的 所谓的宪政法架构上面 形式有所谓的两国 或互互合认之前的相关的问题 那我想我们跟我们中华民国宪法 其实律令的相当的清楚 那我们现在所在规范的 两岸条例子的规范 是根据宪法增修条文第15条的规范 规范自由地区 跟台湾地区 自由地区、台湾地区 跟大陆的一区的相互的关系 那所引申的关系 那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都带着说明 其实在行政院版的这个说明里面 其实是清清楚楚的 没有没有空间的说明 什么是两岸 它就是台湾地区、大陆的地区 就是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的 台湾地区、大陆的地区 那我们如果看到 永远女委员所提出的 原版所称的 这张像民间版的文字 那其实这样的文字 跟我们现在的宪法上面所说明的 中华民国架构下的 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的关系 是会有发生撼回的情形 它顺便所提到 不要暗示 你等一下没有明确的定义 只台湾中华民国政府 与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 所以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文字 跟我们行政院版的文教 那它在宪法的相对比之下 那它哪一个是比较符合宪法的定位 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那如果会是依照中华民国宪法 那所设立北海机关 立法院的市宪法机关 那我们作为公务员 除了遵守宪法 也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那在中华民国宪法之下 这样的定位是非常清楚 事实上两岸的过去 2008年以来的制度化协商 也是建构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 两岸同时在92公司下 割制主权的争议才能够有良性的互动 创造两岸的合体 那如果在这个部分 如果没办法割制争议 反而是制造争议的话 我们觉得对于压关系来讲 是屋务时的甚至会 这个不良的影响 这是第二个必须要做说明的部分 第三点必须要做说明 就是大家提到公务协议的整个过程 只是对外做很多说明跟沟通的工作 但是我们要再强调就是说 这样的沟通说明工作固然做了很多 但是如果有沟通 如果有民众觉得还不够满意的话 就表示我们也提取能力的空间 那整个行政院所提出来的 两岸协议的这样的建筑处理条例 也同时为了回应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当然是认为外界认为 行政部门还有继续努力的空间 那我们会非常诚恳地认为说 那既然大家都认为它有继续努力 表示我们的确实需要继续努力 跟交换意见的一个过程 所以各位如果稍微看一下我们的讨案 就可以看这个说 所谓的四阶段它并不是口号 它是符合谈判实际需求的 那在谈判开始 所以我们会将谈判的目标 读乎范围规划的出处的形成 跟国会跟民众沟通说明交换意见 那在谈判的过程中 这是我们所谓的业务沟通过程中 那会如果取得阶段性的结构 那适合公开的文业会 对外公开也会同时向国会 以及社会大众做说明 那如果在签署前 已经整个业务沟通大致已经完成了 那已经有整个谈判的文本的全貌的状况 状况之下 当然会做更强大的沟通 包括跟国会做报告 因为这时候已经完整的报告 完完整的全貌 那这样你必须要让国会知道 那同时在对外也必须召开公民会 同时在国安 国家安全审判平时 也是在这个状况下去审查 还有我们国家安全领域 同时行动部一定要提出 影响评估报告及因应配套的措施 包括对于弱势产业的预究方案 那这个整个过程 那这个部分那会充分的跟国会 跟民众交换意见 那事实上整个过程在签署前 不管国会也好 不管民众也好 所提出反应的意见 其实都是实验部门 事业商场重要的参考 那这是整个设计 其实并不是所谓的 这个需要期表 那就是必须要做说明 那另外一个当然是这个 苏彦和苏教授有提到的 这实际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 所谓的权力分立在宪法上的 理论是如何 那我们可以从几个基本的观念 大家可以看出来 第一个民主政治应该是一个责任的政治 如果今天国会参与谈判之后 那请问那这样的一个谈判的结果 国会是照收呢 还是不收呢 那谈判的时候是谁要提的呢 这是第一个大家不要问问 第二个民主的 当然整个权力分立里面 当然还有协力的过程 那其实也是宪法上会推定说 不管是条约的 条约案也好 法律案也好 宣战斗格案也好 他会有行政部门提出 立法院做议据 那它就是一个协力的过程 那如果 如果按照某些办法来说 他必须在谈之前 他就 立法部门可以做修正 保留附加条款 那如果要改变这些修正条款的时候 他必须 必须要得到立法的同意 否则就必须禁止协商 甚至整个谈判的过程 必须由立法院来参与 那当然有一段话 我们当然觉得非常好 就是说在权力分立的过程中 没有一个权力是可以主导的 那我不知道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到底是哪一个权力来主导 那当然这个 这个苏教授也提教到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那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这个国会 刊语的例子 那我相信国会跟行政部门 而在资讯上面分享 当然是在不妨碍谈判的需求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当然也非常好奇 如果有几个苏教授可以告诉我们 在整个FTA或FTA的谈判过程中 那这个国会议员是怎么样组成谈判团队 因为毕竟国会它的本质就是一个合议行使的过程 那它怎么样组成他那个团队 最后它的责任政治是什么分割的 那我相信除了内阁制的设外的官员 当然内阁制的首长本身就是国会议员之外 那这样的所谓的在经贸谈判之内 就是国会议员的参与 那我们其实希望苏教授给我们做了很多例子 那如何又要能够达成全力分力 本来运堂的适合的意义 那有一句这个政治学上面的一个人员 那我还是略论在提出来就是说 当然我们是有牧羊人的 那但是如果牧羊人这个他本身 他就会给谁来探索牧羊 同样的用实话来讲就是说 当台湾都变成球员的时候 谁来做成他 以上不同报告 谢谢 照你的这样的讲法 只要你在要去谈之前 之后都给国会 向国会报告 不论国会的意见赞不赞成 国会对你的意见不论赞不赞成 对你弄的影响力 你所能做到的只有意见和分享 让人民选出国会是这样的干嘛 那宪法规定国会的 可以作为这个条约的递决权利 那规定的意义又在哪里 等一下我再补充 等一下你再补充 我相信今天所有在座的 大家一定有很多的话 要对你的回应 有更多的回应 那等一下我们会有第二人 好那我们下一位呢 我们就请我们海基会的法律处的法律处长 主席劉委员 服务委员 各位学者丹江代表 西班同仁以及在座各位大家好 很荣幸参加今天的工薪会 以下简单报告三点 第一点海基会成立以后 不论是启动协议的协商 或者是两岸的高层会谈 以及签署协议 都是经过政府的授权而来办理 第二点海基会成立以后 迄今签署25项协议 民国82年孤王时代的四个协议 是行政院院会被查 就通过了 生效指示 2008年赴台 民国97年以后 签了21个协议 生效方式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ECFA跟智慧台 协议涉及法律的修正 这个是送行贵院 审议规议是逐条讨论 全案表决通过 第二个是按照 两岸条例95条 还有规定跟大陆通行 应经立法院的决议 所以海运跟空运协议 都是送起立法院的决议 第三个是其他的协议 是送起立法院的备查 相信随着法制化的发展 协议的签署生效程序 可以添加完善 第三点 行政院所提议协议处理 及监督条例 这个草案 由采纳对外沟通 影响评估 并且检视的构想 相信在大家的理性讨论之下 能够尽处完善 并且完成立法 海西会将依据法律的规定 以及政府的授权 办理协议千万事由 以上报告 好 好 谢谢 好像 大家等一下都可以做第二个发言 好 那我们下一位是 请进行博国贸局 艾卡小组全域交通实行 主题 再说得这个专家学者 这个也代表大大无碍 呃 其实如果经贸局在处理 这个安法 跟后期的协议的部分 是改变很多一个角色的 那对于今天 呃 这个专家学者 呢 提出案的公平参与 跟资讯公开的部分 未来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很重要 要领域的方向 至于怎么样去把这个部分 在做 呃 考论的落实 这是我们未来都可以在做处理的 那我现在再说 你这个库号协议 可以处理 在沃通过程中 我当今有些 非法说明是说 因为它毕竟是 安法过去的协议 所以它在原来 就把人的第四条 里面说 其实不过授权 和未来要展开 这个库号协议的协议 上 所以我在这个处理的过程 是按照一般的过来 FTA的一个相关座 来过来的事情 是跟一些 相关的产业的部门 去做一些沟通 各个产业部门 当然说依照它自己 跟这个产业的一个 一个 原来在做一个处理机制 上面 去做的一些具体 当然大家都会觉得 这样子的一个小型的 或者是 不公开的方式的 沟通的做法上面 是有很多的一些 考虑跟真理 那 那在这个 股票协议的处理 过程中 事实上也是在 这个大致完成协议的时候 也受到一个 对外的沟通通的工作 那当然 大家对这个内容 跟这方面 得有很多的 很多的一些看法 跟建议 对我们做一些处理 那签署之后 当然就是 大量的进行 对外的沟通通行业工作 不过再怎样的沟通 对外的沟通通行业工作 在当时 跟近期 跟其他相关的部门 可能比较 着眼的 会是在这个 跟产业上的一些沟通上面 可能较多地去忽略 对不同 不同群体的 跟不同团体的沟通 这个都是我们未来 来做更多领域的部分 至于在参与立法院主任的公共会 我们也能新增 是依照立法院主任公共会议的议程 跟他规划的产业项目 针对这些产业项目去提出对这个市场开放 是相关的影响提出 因为有各个产业别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出征 但不免会有些内容是涉及到整个通安心 跟一般性的一个说法 所以有些内容会认为 有一个固执贴上重复的部分 是因为不同的公共会议程 它对上的业格是不太一样的 参与的一些专家学者也不太相同 所以我们有似乎必须要在这个内容再做一些说明 至于有些报告有错误 或者是大家有不同探讨的部分 我相信公共会的举行就是让大家可以针对这些议题 再做一些讨论 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讨论之后 我们也可以针对一些内容 或者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配方措施 去做交换的比较 其实整个来说 我们会认为说 其实未来我们需要更细致的更多样化的沟通 等一下 你刚刚讲的好像你们在ECFA的沟通做得很好 我请问一下你们对就是所谓的相关产业 在你签这个文化协定之前 你们说你们有去跟产业的沟通 你们有什么样的沟通方式 这个部分是由行政的产业的治管机关 他们透过也许是 这个沟通方式有很多朋友 有些是用开会的方式 有些可能是去争取用电话沟通的方式 也有可能是透过不同的区域去做这争取工作 这个工作可能就变成说大家的做的 那以贸易局来说 因为我们所谓是讲讲服务业 我们是请相关的工协会 跟主要的业者是开过来的职会 当然中间都有不停的去识问方举例件 甚至是逐一拜一拜 所以每个机关机关有不同的做法 我们看到人就是找几家 就是打电话去问一问 然后这样子就交流沟通 那今天也是虽然说 即使我们在立法院也办了16场的工 应该20场的工庭会 然后所有的专家学者或是业界的代表 请出各种疑问 但是你们就觉得有个调整答案 不管问什么都是一个调整答案 然后现在院长又说 现在要到各个学校去讲 你们还是你们那一本 你们的说帖走遍天下 完全无视于人民提出的这些的疑问 所以今天在这一次所谓的 人案监督条例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政府有义务 有义务什么 你今天做任何的谈判 不可能说只有利没有弊 那对于弊的部分 你们所有的报告 全部都只有利没有弊 然后对于因为没有弊 所以就不需要去配合修改 正法的法律 所以它就变成行政命令 也因为没有弊 所以就不需要提出相关的配套措施 所以也就你们所谓的982亿 里面是上次你们各库会 你们在所谓的产业升级的这个钱 把它凑在一起 所以你们连那个戏部 就是说如果产业受到冲击的时候 它应该怎么样去救济等等 这些戏者也完全没有 所以从你们这个两岸协议 这个胡帽协议签得到今天这么久 也看了那么多的公平会 你们完全没有往前进 你们还是一直用同样的那个答案 在告诉人民 今天我们学艺已经看到 我们这些年轻的人 今天所有的权力 大家都已经知道 你们的胡帽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看在网路上的懒人包 他们做的都比你们政府的懒人包 你们都还被囚成一团 所以政府真的是应该要加冒进了 待会我想理解 你们会让我们做了意见 那请回座 那我们再来就是 刚刚这个黑岛青 黑在岛国庆年间线了 跟博语没办法到 然后现在是要由黄曼提 来帮他表达一件对 那是我事情 黄曼提 谢谢 国安问题也不能有所示意 此外 在宋教育立法令的过程中 行政机关为了读出普贸协议 加速通过 刻意将普贸协议 解释为单纯的行政命令 以淘汰国会的监督 更是刻意专法至上的动作 使得增益更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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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克服这次的疏失 陈士林肩膀的 审议条例桥案主张 两个监督小绿的司令法 必须建议在五大理则上 包含公民的参与 资讯要公开 人权楼保障 政府的义务 及国会的监督 接下来我们要针对 两岸协议兼条例的部分 成熟我们的抗担 我们主要有两个面向 第一个是深化 全属于公民的参与 在民间版的制度设计上 公民有更多的管道 可以影响政府 进行两岸官方的交流 那也希望在第一节计划提出 前行任机关应应该要 准备公民事件 并且要公开 前述公民事件 内容 让民间总之可依据 协定桥案 自行提侦编版的 提供报告 并且方向报告评列 并参与立法院的 印象提供提侦程序 除了法律文字上的规范外 这套公民参与 极致的执行细节 必须非常重要 必须加以从事参与 为了要使这套体制 能发挥作用 各种工程会 听证会 工应进行 能让利害关心人 各界人士参与 并表达意见 行政部门 及官方 必须提供 公立评议 易懂的资料 使参与者了解 省医的实时内涵 提出计划的机关 应该报纸开放的 神兽参与会议 才能确保 工程会 听证会本身 不会变成担当面的 数据大会 会计论不仅能提供 参考原因 具体纳入 一节计计划 在议程上 机关可以参考 神明市民族的 形式来征询民意 强调有 有方向 有品质的沟通 面对高度正义的问题 我们坚板 所按设计的利用公民投票 来离去共识 建立合法性的手段 避免实现实的公投 避免 必须降低限时公投 假订呼投票者皆属否决 因此任何提案中 即一被否决的门槛 避免两种公投 使得 协议能离去共识 顺利追斗 最后为了特定和 弱势族群的扶持 必须落实公民实习 参与的机制 将协议做了监端的各种地缘 资讯进行公民投票 公开公民得起 大衆致 透过这个平台 开放公民团队 作为公正第三方 内有公民会 定政院或其他方式 参与民众 监督 以保障特定的 落实存在权 第二方面是 有关影响集体 影响民众 集中的保障 在这场民众里面 我们陆续办了很多 讨论会 工作坊 甚至的民议会 以审议市民主的方式 收集了公众的声音 在这个地图上 在地权各种条约之前 我认为应该有长期 且可靠的长期民众平衡 而不是只有单方面的 短期的经济平衡 这个包含经济范围 及冲击各项产业发展之外 针对该协议在台湾 在政治、社会与文化 各方面的影响 也不应该以它纳入 前处的政治、社会 及文化冲击面图图 的确有到现在 所谓的经济平衡更加复杂 但口律到两岸间 各种协议不禁止经济 比率更广泛且多角的问题 不是有必要的 在前段所述的民间版影响 不同报告规定 正可提供于不同官方例子 的资讯 藉此此 全国尽管更能取得更广泛的意见 另一方面 相对于行政院版的桥案 民间版兼精致更能正式 比较于经贸自由化议题下 有关老公权益 阶级只是在落差 分配正义等根本性问题 首先是人权保障 民间版的法案第四条规定 将历次两岸协议 读偷出老大协议中的保障 条款不妨 并获及人权层面 提供更广泛的保障 此外 针对协议签订内容中 可能受害及需要辅助的 规定族群 民间版的桥案第五条定 有 因两岸协议而受全力 侵害之救济程序 将可能因协议签订过程中 受害的公民或族群之 尽害肯常情 有权入法 以不冒协议为例 经济不足出的 952亿产业 产专标转型及补充预算 在民间版草案中 才能有明确的倒闭 依据 最后 我们认为民间版草案 将尽量满足公民参与 公开透明的要求 投实立于制度设计 凝聚社会共识 将使各项协议等谈判机关 拥有坚实的民意基础作为后盾 能有效避免谈判过程内乡 审议机制紊乱 事后补偿物品 权益保障缺失 国安遭受风险缺失 谢谢 好 我们谢谢邓华曼女同学 那她们其他的同学要 表来一件的 那我们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二轮 那第二轮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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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对刚刚 他们就是如果会的回应 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所谓的责任不分 你再回答一下 好 委员 赞助各位同学 好 谢谢 在意 有一次机会 虽然我觉得有点奇怪 我怎么好像 换了普三 好像在背询的感觉 不过 应该就是说 基于这个 这个 学术专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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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责任 确实就是说 有一些 有一些 问题 我觉得很好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机会 把一些基本的 进入 我们今天呢 也给大家的资料里面有 这个讨论的提高 有四点 那第一点就是 两岸协定递捷之立法权 及行政权的分工 那第二个是 如何兼顾两岸协定递捷过程 那当然也可以就 我们的两岸协 这个两岸协定的 这个两岸协定的 啊 讨案的一些的内容提出 那首先呢 我们就请 啊 我们的这个 软黑箱服务的 啊 外中抢 民主阵线的外中抢 外律师好 主席好 各位先进 好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就把我接下来的八年呢 集中在一个问题上 就是 民间版跟行政院版的最大的差点呢 就是对于 涉及 中华为国主权 呃 政治性的协议 好 需不需要做特别规范 我想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 当然需要做特别规范 好 那呃 先前行政部门呢 包括路委会主委的 唯一呢 是说 呃 呃 因为政府现在不直接跟 对案进行 涉及主权的政治性谈判 好 所以这个想法是多虑的 好 那呃 我接下来要谈这个问题 我想就必须根据事实 来跟各位做说明 好 这绝对不是多虑 没有错 所以说 先前马英九总统 在上任总统大选的时候 他抛出了 恰迁和平协议 引起虽然大拨了以后 马总统个人的政治承诺 他是有说如果要谈和平协议之前 一定会先进行公民投票 好 那所以当时许多朋友都判断说 和平协议这个议题应该是 呃 已经过去了 至少在马总统任内也不会 但是我必须提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就在去年的圣诞节前后 陆委会跟马总统 非常巧妙精心的和平的议事 向对岸抛出一个讯息 要跟对岸谈军事护士机制 我把这个背景做一个报告 请各位回去找去年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12月25日 或许是26日或24日 因为那个可能报道前后的关系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25日 当天同一天 有两则新闻 在场如果有资深媒体记者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新闻操作 代表什么 当天第一则新闻 是 他是用 不是以赴的方式 这不是直接说陆委会王主委说什么 而是又说明了说 王毅齐主委到国民党中常会去报告 中国去做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 这个行为 他的议坛是什么 当时王主委的中央社的新闻是说 根据王主委在中常会的发言 王主委分析 这代表中国要利用防空识别区 来跟台湾谈军事互信机制 如果我们看到第一则新闻 这个代表王毅齐的客观分析 他并没有一个主观的意愿说 对于要谈军事互信机制 我国的立场是正面或误面 他没有讲 但是如果各位再去注意的话 同一天总统府的新闻稿 马英九总统 这个新闻稿现在应该还在总统府 马英九总统接受亚洲中刊的专访 亚洲中刊的记者问了很多问题 也帮他做到政治谈谈等等 当时马英九总统是这样讲 他说 中国大陆的防空识别区 最近发布了 跟我们的防空识别区有重点 就这个问题 他没有用军事互信机制这个问题 他说就这个问题 双方应该坐下来谈一谈 各位朋友 你把这两个新闻加在一起 答案就无知欲出了 就是说 因为 两岸的防空识别区重叠的问题 引发 是否就这个军事互信机制 来做谈判、协议 马英九向对岸传递了一个正面的讯息 我们要跟你谈军事互信机制 好 这件事情我在立法院 几个礼拜前的公平会 我公开提出来之 到今天为止 总统府跟陆委会没有任何成绩 所以 和平协议 这个名词 是 被马英九先前的承诺绑住 但是是不是代表 马英九卸任前 不会做正式谈判 错 马英九卸任前 如果不是发生这个决运的话 他的计划就是要正式谈判 从军事互信机制开始传奇 这也跟马习会有关 大家如果把去年圣诞节的 时空背景 再做一个连结的话 其实就是连结到后面的马习会 这本来是马的固定 至少 从去年到现在 马政府没有任何一个澄清说 我们不跟对岸谈军事互信机制 在我现任前 所以我今天提出来的质疑 不是凭空想象 而是真的真实存在 马政府如果不是这场取人运 他确实有可能在卸任前跟对岸 就军事互信机制进行谈判 再问各位 如果谈军事互信机制 这涉及法律修正吗 这是送立法院审议 还是送立法院备查 还是三个月后自动生效 可以是这样吗 没有任何人反对折平 但是如果所谓的折平协议 是要在终止内战的架构 是要在一个中国终止内战架构下 把台湾跟中国大陆绑成一国 把台湾跟中国大陆绑成一国 确定将来的逼人同胜 如果是统一的话 全台湾多数的民意是反对的 我必须在这里正告入而非的观点 全台湾的多数的民意是反对的 你们不要拿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 不要拿老国在最后一次修宪 的征修条文的自由地区 大陆地区来绑我们 人民就是国家的主权者 我们是反对的 因此 军事护心机制 避免发生军事冲突 有没有人反对 没有反对 但是 如果你的军事护心机制 就是要绑 终止敌对状态 把台湾跟中国 绑在将来必然统一的架构下 抱歉 多数的人民是反对的 多数的人民是反对的 那马政府又会说 政治无所不在 司法互助协议也是政治协议 我们不要扯这些 橙枪烂掉 我们另一个非常清楚 就是涉及台湾主权地位 涉及中华民国主权地位 这相关协定 在明天版草案的第六条 第二项 包括军事护心机制和平协议 结束两岸对断派 安排两岸阶段性或终局性政治解决方案 话题分享将界 决定中华民国国际上代表地位 以及其他影响中华民国台湾基马人民 对中华民国台湾基马主权之各项协议 那这样的政治协议 我们有几个要求 第一个 不是行政权可以三方面出去谈的 因为这不是一般协议 这个一定要国会三分之二多数同意 通过这个地界计划才可以去 再来 最后排位来批准的时候 也不是国会说算了就算 要四分之三同意 而且必须 过半数 公民投票同意 今天 我必须在这里 再次向陆委会 的官员提出一个要求 去年圣诞节 王坚敏到国民党中华会做的报告 以及同一边 马英九接受亚洲周刊的专访 所谈到的军事护卿机制 所谈到的 因为防控识别区的通途 两个要坐下来谈 你们是不是应该收回这句话 如果你们不收回这句话 请告诉我们 当两岸开始谈的时候 在行政院的版本 行政院的监督条例里面 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请 如果以现在行政院的 这个讨案来看 过去行政机关所做过的事情来说 合不合法 假设我们今天 很不幸的 我们的两岸监督机制 就是行政院版的这个机制的话 请问过去行政机关所做过的这些努力 做过的这些过程 合不合法 合不合现在两岸监督机制 第一 这里有分两个问题 两个结果 第一 如果否合 那就是把过去我们现在 为什么五十万人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说穿了 拒绝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然后你现在在把这个过程拿出来 跟大家说这样子是OK的 那就是五十万人走出来 大家是啥子 如果不合 如果拿现在的行政机关 你们行政院版的这个 拿去看过去的这个过程 都是不合法的话 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那过去凭什么那样子去签证吗 这边我刚才有听到 那个经济部 应该是业数长提了一个 一个说法 我们就直接讲 一直总是说 就像渡委会主委 那个王宇群先生总是说 这个福茂协议是基于ECFA 后续协议 B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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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FA 好像 好像 你们官员都说 因为ECFA这样规定 所以我这样去做 所以你们这样去做 就是依法行政 大家现在拿出来 现在大家来谈的 不就是在谈说 两岸协议应该要一个监督机制吗 我们现在就直接问一个问题 需不需要有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机制 需不需要 这是第二个问题 如果需要的话 那你拿ECFA出来讲干嘛 大家不就是在讲 我不管之前ECFA再来签下去 是因为当时大家不小心不注意 或者是被骗或怎么样 过了 可是大家就发现这段过程 这样子行政权过度膨大 这样子的签约过程当中 完全的没有公开 让大家不能接受 让民众不能接受 我们才会站出来 我们才会站出来反对这个黑箱 那你现在再来跟我讲说 我ECFA已经签了 就好像你今天 马亦九总统最喜欢讲婚约 好像今天你拿刀拿 或是用骗了怎么样 骗了人家签了一个婚约 现在人家结婚前的时候 突然间想到 不对 这样好像不对 我出来反对 你再来说那你之前签了婚约 你现在就是算要该结婚就可以结婚 这不是很奇怪吗 那如果需要 就不要再讲法了 我们现在就只问 要不要两岸监督 两岸监督的法治 要不要 下一个 我们就直接来看行政院办 行政院办的这个过程 我们现在在讲 刚刚官员都一直上来 很像一跳针 就是一直在讲 好 官员说我们要加强沟通 我们会有努力空间 只是做的不够 有努力空间 我们一定会尊重国会 我们一定会尊重国会的监督 那我现在就只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行政院办 按照行政院办的草案 国会监督 从什么地方下审 行政机关 除了来向国会报告 如果 报告的 我不管 不管是阶段哪一个阶段 什么事情 协商 沟通阶段什么 来沟通的时候 如果国会听了 如果国会的立委听了 发现这里头 问题很多的时候 怎么办 能不能调整 要怎么办 他们意见反映进去 进去进行修改 政院办的里面 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 还是只是来报告了以后 国会的立委也听一听 有意见说一说 然后就跟今天公听会一样 大家有意见说一说 然后接下来官员 好像今天来听了一场很开心的一场 然后就回家了 跟签读法的协议也没有那么关系 我只问这个问题 国会签读法的部分 到底能够有什么 协议内容 如果 对协议内容 如果不接受 如果任何其中 有要保留的空间 有要修改的空间 怎么办 下一个 刚刚有听到 说会议记录会公开 我们从公听会到现在 我们就已经一直在讲 会议记录 我们只问一个问题 这里讲的会议记录 不是指你们去收集完意见 去签完回来 来跟大家收集意见的过程 怎么打电话 那种东西 我们讲的是 那你们去跟其他国家谈 去跟中国签协议的这个会议记录 有没有公开 能不能公开 还是不能公开 还是不能公开 还是不能公开吗 还是不能公开 所以再次的强调 所以再次的强调 还是不能公开 而且再去签之前 也不能先收集人民的意见再去吗 之前做的事情 这次不冒签议的过程就是 还没有收集人民的意见 就去签了嘛 对不对 就去签了嘛 签了回来 都在跟大家讲说 报告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过去的流程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就只问 那这样子 会议记录还是一样不能公开 那没关系啊 反正现在 今天公听会的过程 很多网友会看到 大家可以来讲 会议记录 你去跟人家签了什么东西 都不能公开 民众只能接手 我们简单讲 几个问题就是这样 好 谢谢 我们现在再补充介绍一下 我们的点球警委员到场 那先两点 那先两点 是吧 我是 今天这个 英雄自己的这个 自己的事情 可能会参加是 很多事情 那我想 今天可以 今天可以途上台面 然后在国会里面 好好的讨论 那这个 而且有立法人 其实也是要感谢 太阳华学院 因为我这个太阳华学院 这一切都 该处于这个 不可能的状态 那我 单身立法人三线 看过太多人民的拓欠区要 我们国家 非常需要的许多法案 就可以长在前途文会 很开心 你知道吗 这个 连接到天资 在这个立法院被讨论 的事情都没有 那 事实上 我们今天 之所以 必须讨论这个 连接触条例 连 王金平院长 这么多年前 都已经讲了 两岸接触条例 没有立法 会出大乱 那 王金平院长 可以围坐 这个立法院的人工房座 事实上是 有他的 这个能耐 那 即使他都公开讲了 其实我们也正式公开讲 那 这个两岸接触条例 还在 还是处于 直见天日的阶段 这样有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的政府 根本不希望 这个 两岸的事物 可以让国会 好好的来建筑 那 这个理念 又有一个 我觉得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 事实上之前 网络上也认识 曾经看过我的提论 就是说 中国不认识 我们是国家 那 我们当然 不能有国会 就是两岸的事情 不能够有国会 介入的机会 那 如果说 台湾 台湾和中国的 的事情 或者是协议 那 有这个 台湾的国会介入 那就是对台湾式的国家 所以 这个就是中国的 这个 他们的论 非常清楚 所以你看我们 所有的两岸的协议 都不是 政府官员是签的 都是一个民间团体 叫做海机会去签的 所以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把海机会交到 里面越来费 他还拒绝过我们 他们还是民间 他们也不懂 后来对我们的筹报 我会写 这个 最不委会的预算 做各种的三 后样的三 不该行不愿的来 那 所以我们就看到 在陈英林 第一次来台湾的 就是我们签了这个四项协议 我最同心其手就是 其中我第一家人协议 我现在刚刚也都记得了 就是我们两岸的安全协议 叫做七天自重成效 那这个比我们立法院通过的 这个 它等于是 它形成是 我们立法院三读通过的东西 都还需要经过总统公告 结果你两个民间团体 你台湾的民间团体 海基尔 本中国民间团体 海协议签的东西 七天自重成效 这个已经高过我们整个地方 而且加上总统的权限 我觉得问题严重到不行 那时候我痛化一天之外 天之后还嬉皮下来跟我讲说 有签皮没有签好啊 那我们政府假装 我在国会都已经把这个事情点出来 他们假装没有这个问题 是为了要配合中国的演出 装成我们台湾没有国会 那事实上是配合演出 我们台湾主席的国家 对我而言这比任何协议的内容 还要严重 但是这个事情 我们政府就是把这出戏唱到底 然后用着这个 以这个国会再多住 又握有行政权 又把这出戏唱到这个 好像这个天下的不是 你们这些人就是庸人制的 然后每一次都把我们协议的数量 拿来当成一个政绩 那所以这次我看到我们的民间团体 他要求这个反黑家的五大员 这叫公民能参与 资讯要公开 人权有保障 政府有义务 国会能监督 我们政府现在做的是 公民不能参与 国会也不能监督 所以呢 资讯就不必公开 反正你也不能参与 国会也不能监督 那资讯公开要做什么 那资讯不能公开 政府没有义务 那我们人权政府没有保障 所以我是觉得说 对我们的顺序 公民能参与 也跟国会的监督 那你还在前面 那不过 今天我们希望说 这个两岸的这个监督条例呢 我希望我们的行政官员 好好的来面对这个问题 中国那边怎么想 是大家的事情 中国有中国的位置 我们有我们的问题 我们应该善用他们的民主政治 民主制度 那今天我们的行政院官员 太阳花学院整个社会力量的大反弹 逼使这个王立民院长 这个说好 我们两岸监督条例 来这个副委 行政院这边也没有再像过去这样铁板一块 那我希望说今天大家 好好地来选出一个真正服务我们国家的场地 那我不相信这个事情误解 我还记得上一届 因为美国牛肉要扣官的时候 还是黄英焦委员 决定的那个学官法的修法 把那个有可能带进黄永正的这些部位全部打架 那既然立了法 美国就没有办法 强硬的说那些什么鼓励 全部都要进来 没有办法 那今天我们立了法 那中国那天 我相信他们要说我不顾你国内的这些法 我还是要遇到以前的 那我相信这个事情 除非它公开开得了口 我不管你台湾立的法 我就是要按照以前的游戏 我很难想象说他们会把事情做到这样的头 所以我们就打法力了 该怎么立就怎么立 不要再去想说我立这个法 这样写中国会不高兴 那样写中国会办法 我是觉得说我们台湾的民主制度 经过这么多人的流血流汗 流血流汗才是其中的事情 真的流血流汗 我们建立这个人的主制度 今天这个制度所累积的本质 就是我们政府去跟中国谈判最大的本质 那两岸监督调里的许多细节 那也有两些优美国委员 还有我们其他很多委员 都花了很多的心思 我们一间团体 许多学者像这样 大家都非常有用心 这是我们大家 这我看来是最后的机会 中国对台湾的力量不断的进来 那我们签获了所有的协议 我们回头去看 这些协议都充满了问题 我们问了我们人才刚讨论过 两岸的那个医疗药品的那个合作协议 我们在这个委员会的时候 接受蒋乃馨的支撑 他到这个事情 他说这个条例签了以后 反而将导致我们条例的收集成绩外 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曾经说我们过去签的协议 到底对我们国家造成的理想 应该做一个总成绩 应该好好做个总成绩 然后我们要签服 我们过去签的协议 也是一个一个签的签 都出这么多问题 我们的国贸是几乎是办那个 集体结婚 过去是一个一个 一对一对结婚 现在是集体结婚 过去出这种问题都没解决 今天两岸协议 过去出这么多问题 证明了两岸协议 两岸这个监督表明是重要的 那很抱歉 等一下 我们还回去忙着这个事情 那我来这边是要跟大家吸引 谢谢大家 那刘委员是一个最后 非常非常认真的委员 那我相信 这个沾到几水底下 那这次林建坡 也是带出所有人体谅 我们都有演出 那我相信说 大家共同肯定肯定 那也许 我们可以共同找到部分 那我们绝对不是要跟中国那边 这个对立或为敌 正因为想要跟他好好交流 所以我们希望 有好的建筑才能 不要有好的建筑才能 我们在那边就会放心 这个新任我们的政府 去跟中国 签出各式各样 我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心 我们不用再吵架 我们也不用再冲进立法院 把自己困在里面 非常的累 我们知道 因为我睡过立法院的地方 睡两天 我的腰酸肺痛 好 那再一次 感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典委员 好 那我们现在是跟着请路尔会 我们的总监备处长 在针对刚刚我们的公民学情 也网他所提问的问题 所以就会简单的回答 主席 在座的各位 谢谢大家 跟这边大家所提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再做一点 首先当然 还是我们要澄清回问 一个关键 就是说 行政部 从来在两岸协议上面 比如说 没有任务说 比较不收入的建议 我们都会认为说 他一定要收入的建议 所以所有的两岸协议 其实都是按照现行的办法 所以两岸协议收建议 如果没有国会建议的这样的程序 那像你这样的希望 因为国会建议 我们其实也多次说过 一定会在国会完成相关程序的时候 才会升行 所以 这个 所谓说 国会建议是不收国会建议 他不想这样子 跟事情是有些出力 那第二个当然 你必须要说明 就是说 国会监督 跟国会 直接作为谈判的主题 我相信他还是有差异的 那譬如说 刚才这个局期也提到 是为苏教授所做的 韩国通商贸易进行行 那我们也提起的研究过他的条文 那也请这个吴素涵带点出来了解 事业的预作 那承诺 他的第一条 选择带的是国会的标 和国务 表示的意见 其中 第八条是外批的意见 其中 那其政府部门 应该尽力反应在协商上面 那这个态度 其实 就像苏教授所说 其实 国会的态度 当对行政部部门来讲 不能讲说是没有影响 他应该想说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 那是没有办法 不是这样定的 那原因是说 我当然必须考虑到说 两岸协议 他 当他签署回来的时候 他是必须要分到国会 接受监制的 如果 我们没有 忠实的反应 这个 国会的意见 在协商的谈判上面 那 将来在国会这路上面 一定会稍受到 非常大的问题 那事实上 在过去的情形 也都是一直这样的严格去做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 所进行的 所谓的两岸两队 互设办事处的谈判 那使用一个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意识 人道探视的意识 那使用这个 立法院的超越党 在超越委员 在第四 国会的国际协报告的过程中 他都反映说 这是HSN全保障上 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在整个 谈判市上过程中 也一直跟 这方说明中 就是我们 文艺也好 这个 立法委员也好 各方面也好 他非常重视 那这个精神 跟这个做法 其实跟韩国实际上 但是我们也问过 韩国的制度里面 法教里面也好的实力 对 必须有什么 韩国国会议员 看 或者是韩国国会议员 做成绝务 做成修正保留 要求 这个行为顾文 如果不按照修正保留 一件盘之后 他必须停止协商 那这样的回忆 至少 是像 游美女文所提出 这样的 所谓的文件大部分 条文 在韩国的制度上 有预测 没有看到参访地区的 那同样 我想这里有区怎么站好 第一个你刚刚 爸说这个 两岸附设办事处 然后我们国会 当然在这两岸 附设办事处的时候 你们要去谈 我们国会有表示说 你们一定要把人 到底是给看 是一定要放进去 这个原来你没有的 所以这不是附加一件吗 那这样叫做 我们当做主题吗 对 你不要一直把他混淆 就是我们今天要的是 事前的监督 事前的监督不是只是 你们来报告 就像浮帽协议 你们在五月的时候 你们来报告 大家讲说 第一个你所报告的 就是说 你们即将签浮帽协议 你的期程是什么 至于内容 你们说因为还没谈 所以不知道 然后呢 你们所提出的资料 大家看一看 发现说你们的资料 是三年前的资料 那你用旧的资料 你们能去跟人家谈 然后呢 接着就因为修会了 所以在这种事情 然后接着就是 你们就已经谈回来了 所以在这种事情之下 就是你前面的监督 人民今天要的 不是说 要让立法院去变成谈判的主题 是要立法院直接做实质的监督 包括说 好像今天像我们说 两岸的护设办事处 的确你们听进去了 原来呢 根本要不要把这人道的这个 这个看施把他放进去 但是你们听到立法院要求 所以你们把他加进去了 那这不就是你们的修正吗 所以我们也不是说 我们要把你们这些 我们只是说你们今天要去谈什么 你们先把这计划理好 所以来跟大家报 来跟国会报告说 我们将去谈什么 那这个大概内容大概会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我们的这样一个构想 你今天总不会说 我今天突然想到我去谈什么 我就过去谈了 你总是有一个计划说 今天我们准备要谈 比如说是古帽或是货帽 或是两岸的争端 争端协议等等 那这些东西大概的构想是怎么样 所以这时候 你来跟国会报告的时候 国会就会提说 诶哪些东西你可能要注意到 就像说你们在谈两岸护设办事处的时候 你们根本没有 连这个所谓的人道坛事根本连提都没提 所以我们就要求你们加进去 那这就是所谓的补充 所谓的附加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好 你们今天对国会要求说 把这个人道的坛事要放进去 你们连理都不理 你们还是去签了 就直接签了两岸护设办事处出来 那这个当然我们就会主张说 你这个根本就是谈事无效的 因为你根本有藐视国会 所以今天跟说我们今天去当这个谈判的主体 我们就变成主体是不一样的 你们不要一直把这两个这样混淆 然后好像说我们国会自己要跳进来 要当谈判的主体 自己来设定这台圈堂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 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 国会跟行政 立法跟行政之间的分纪 是你们行政权完全忘了这个分纪 之间的分纪 总统透过这所谓的党本身份 然后透过他今天是党 要求所有的立委 只能够当投票部队 然后带着行政和立法严重的信号 今天所有的民间团 跳出来最主要就是在这个讲这个部分 所以你们还是一直在那里混淆 好 你继续讲 我应该所取的 我要先做一个说明 就是说 所谓的党本身份 在立法院的超越团团 有些行政部门的想法 那他也在报告里面做一个呈现 那当然超越团团 都有对这个图 有点大共识 更说我们就必须去争取 就是必须要争取的说明 第二当然 按照行政院版的 将来也不是说 只有一个协议的名称 跟立法院讲了之后 那我其实我们在第六条 说了这样的形式 包括说 两岸鞋商的商 在新的议题 行政阶段的时候 那我们必须不管对国会也好 或对公文法 都不只是协商沟通的议题 那我们也要规划进行办法等等 那必须要做 做对外沟通 交换意见 那这个是 是这个图面啊 明明就是这样的规定的 那如果委员已经诚心了说 如果诚心说 国会并不会这个 这个参与 或者指挥这个谈判的过程 那我相信对于这个 权益分立的过程 会有更有效的一切 那另外当然就是说 另外一个 我们必须要说明就是 大家提到说 我们是不是只有在这个 协议签署前才必须要来报告 其实整个议法过程 我觉得这是有点误会 就是说 在所有的过程中 其实按照立法院 按照立法院 直全新释法 所举办的任何的会议 那依法召开 我们一定就依法来进行报告 那这个部分 不会因为这个条例 而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那如果会也好 或是其他行政部门 都是按照 比如说 这个地方院所有召开的会议 不管是其论众国会 或是也遵守法律 我们一定都会来进行报告 那 只是我们那时候 在条例固定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 在协议签署前后 因为他已经有 前些错误单 有文本已经公布了 协议签署前 有大致的这个样貌 更需要 不管是主动 或是 其实我们也是能有权力召开 任何立法院的会议 立法院召开任何会议 那立法院召开任何会议 那我们都会来报告 那在协议签署前后 那我们认为更需要主动 或是配合立法院的要求 我们要进行报告 那同样的 我们还是必须要说明 就是同胞协议的过程中 虽然有进行沟通 虽然有进行各项的评估 那 我们还是认为说 是有必要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才会提出这样的法案 那把这样的一个制度 做比较明文的规范 那其实目的也是 跟各位所希望是相同的 那我再问你说 你刚刚一直在讲的报告 你协议知道 我到立法院来报告 你的报告是你们单方的报告 那对人所提出的质疑 你们完全没有回应 也没有去改善 那这样的报告有用吗 大家要的其实是一个比较实质的 所以你被讲说沟通 今天人民所谓的沟通 不是沟而不通 对不对 只是你们单方在讲 那我们这边讲的 你根本就把它当做巅峰 所以大家要的是说 今天一直还没有回应说 人民所要求的这五大原则 第一个人你的参与 在你这个档点里面 跟您的参与在一起 在第八条 就是我们跟公众沟通的部分 如果想要四面 其实我好像到前面 比起来越难 你跟产业沟通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跟 我们是有专门的调文 是特别是跟民众沟通的部分 那同样的 它其实它的形式 它是可以多元的 包括刚才这个 学生团体所提到的神医师的民主 我们也觉得这样适合来看看 好我们也希望你们把神医师的民主 变入到你们的所谓的沟通 不是现在你们 从文化协议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你们都是单向的沟通 即使到今天 你们所有的部长都到这个学校去 包括到学校去或是说 讲完之后那些学生 有没有懂 学生大家都听不懂 有没有说服 没有 那我不晓得说 你这叫做什么样的沟通 所以今天不是让你们正命宣导 就是像今天 学生已经非常清楚了 给你看 这神医师的民主是怎么做的 然后这意见的最后的归纳是什么 那你对这些的归纳的意见 你们的能采纳 不能够采纳 你所有这些全部公告出来 让你很清楚的知道说 好人民的声音真的是听进去的 那哪些东西是激烂难行 哪些东西你们可以去采纳 然后继续去做 对不对 而不是说只是去单向的 就像说行政院长他下去沟通 下去然后这里宣导 讲完之后 人家问问你 就把人家赶走 自己就通通满满离开 那这样子叫做沟通吗 对不对 所以或是今天我们看中 因为业界讲了那么多的问题 你们就永远那个叫滚难案 这样也不是沟通吗 所以今天所调的大家调的 说实在的 怎么经过学院之后 如果你们真的看进去的话 你们应该要不政治去谈起 对不对 真的不要再拗闹了 你们的权力是来自于人民的授权 不是上帝给你们权力 所以你们权力 人你是随时可以过得回去的 你今天当政府的官员 你明天也有可能就是一般的小老百姓 即使说你今天回家也是一般的小老百姓 所以今天呢 当有这样的权力的时候 真的是要休息 不要再奥闹 所以请你们把今天 人民所讲的那五大原则 回去好好去检讨 第一个就是人民所谓的参与的权力 第二个资讯的公开 我不想你们资讯的公开 大家在这里面 你们是不是都应该自己谈 你们有这样的公开方式 您所说的一件 我们都会带回 包括今天所有的工丁会 我们当然都会回去参讨 再参讨 好 那这一部分 我们今天没有要进入条例的时候 当然没有 好 那就是把这五大原则 好好回去去做检讨 那当然下一次我们也会问你们 你们把这五大原则 融入在哪里 或是你们就 针对人民所提的提出一些修正东西 或是你们要透过国民党的定位 再去提修正东西都可以 那我们希望你们能够 证实的 把人民的声音听进去 那五大原则 甚至包括他们的 这个 后期上有六大原则 包括就是对于这些的受害的产业 怎样究竟 和这些的英语 等等怎样放进去 我希望你们能够真的去做到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好 谢谢 那今天我们还有这个台北大学的 这个助理教授关晓威 那他因为有课的时候没有办法前来 但是他记得一个书面的发言稿 那其实在大家的这个资料里面都有 那我在这里就简单的把他的意见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的队友会讲说 他不晓得在外国所谓的国会的监督 这个国会的参与到底是到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他这里面就提到说 对国际贸易协定增加密度更高的国会监督 是世界的潮流 所以他这里面就提到说 这种全球贸易越来越高度自由化以后 让WTO的多边协议跟双边的MTA 都对许多国家造成经济社会文化甚至环境上的冲击 因此的许多国家都重新在检讨 过去对国际贸易协定签署跟审议的过程里面 对民主的问责和公共监督不足所造成的种种危机 大家重新再去检讨 所以在2003年的时候呢 就来自世界各国164个国家 所组成一个跨国会联盟 他们共盟成立了一个跨国会的一个WTO世界国会会议 那决定每一年要叫他们一次会议来看 我们来讨论如何共盟监督WTO 以及发展各国内国的这个完善监督机制 而且在该组织的成立大会结束时 他们发表了一次的宣言 宣告呢就由行政权专善贸易政策时代已经结束了 并且呼吁各国应该要改革国际贸易政策的国会监督机制 寻求国家主权和国际贸易进入的一个平衡点 而且要达到贸易决策更加公开透明民主的目标 那第二个呢就是国际贸易协定的签署生效呢 是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协议过程 所以呢这里面不管是说 美国在宪法会订国际贸易事务图 专属于国会的权限或是因当因果写 国家背景对外的事务和调的逆绝上是属于女王的权利 但不论是在哪一种宪政架构之下 实际的国家时间上呢 几乎没有国家完全排除国会的监督 也没有国家呢 就是由国会作为主体去签署国际贸易协定 因此不论各国的宪法架构如何 国际贸易协定的逆绝到生效 是一个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协议过程 并不是一个非A其一的护士权利 所以这也是刚刚如果一直在讲说 什么立法权临降行政权等等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要有一些新的思维 第三个就是两岸事务在宪法的特别要求呢 就是许多国家的发展来看 各种行政和立法权利之间的协议和分配的各种样貌呢 与其说是一种基于宪法条理的清派结构使然 不如说是一种基于国家宪政发展需要 而产生那种权利推积跟折冲的结果 同时也与各国的公民社会跟民主发展息息相关 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与南非为例好了 那南非呢他其实呢就是他的贸易跟工业部呢 与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经济发展 跟劳工委员就紧密的合作 那在委员会他就成立平台广大公民的意见 公民团体公会、产业公会的意见 那等到社会呢对以贸易协定的计划达成一件的意见以后 写成初步的绿皮书、公告、周知 那收集人的意见以后才开始着手的他国进行协商 在协商完成以后呢 也必须要进入国会去进行影响评估 国会也有这样的保护 同样的欧盟的议会、审议和公民参与呢 也由于各国经济发展各样的地域牵涉部长呢 因此监督的程序也相当重视公开透明跟民主参与 另外第四个就是行政院的版本呢 再度挑战入防 就是说对于两岸、对于政府与对岸的信息协商 有很高比例的民众呢有其深的疾虑 消除移力的方法是高喊两岸协商属于行政权排他的权利 或动恶通过民间版就会使两岸关系造罪 相反的要让人民不移力 应该要依照宪法对两岸失误的要求 加强立法机关的监督 所谓加强监督并不是如行政院版监督条例的再次将 原本在两岸人民关心条例和立法委员直选行政法 这些已经正理行不通的条文再度挑战入法 相反的如果相信我我是一个民主国家 并且相信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话 就应该要采取大陆是国家目前的作法 增加公民参与跟民主监督 由人民来决定要审了你不要审了 这个才是人民之活 这是关晓威教授她所提出的书面的一个发言稿 这里也要跟各位报告的就是 这两岸的监督条例虽然就是 民间版提出了这两岸协议监督的机制 这个其实是在提到事前的做协商之前 协商之后以及协商之后送到 签署之后送到立法院的监督 立法院的监督在这里面 其实是由立法委员之前行使法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立法委员的直选行使法 里面有所不足 因此有另外提了一个就是 立法委的直选行使法的第三条军策之后之三 很可惜 这样的一个版本今天在认为 又再度遭到国民党立委的那一个 进不了程序委 就是还不到不能够复委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非常可笑的非常讽刺的 我们正在谈所谓的监督的机制 两岸协议签议的监督的机制 前面从这个所谓的协商前 然后这个协商之后签署前 那签署之后国会的监督 那国会的监督里面会用到所谓的立法委员直选行使法 而立法委员直选行使法的修正朝案 过不了程序委员会 过不了认会去复委 就认会没有办法 因为国民党卑格 所以没有办法交付委员会 所以你会看到说这监督的条例 那本亚根那是一个博角的监督条例 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是说公平的 也应该要花为另外再一个监督的一个力量 好,那我们想让我们今天看里面 他们要表达的监督 或是国庄的 好 我们请这个公平觉醒你也很好 对 我简单讲 就是第一个是 刚刚 路由会叶处长上来好像还是没有回应 就是我们刚刚从一开始 通过商老师就问了再问 到底过去行政习惯的这个 对这个签订符报这个过程 不符合现在政院版的这个程序 不符合 如果符合的话就是把这个程序拿给大家看 就是这个黑箱制度 如果不符合的话 那过去就代表过去肯定是滥权 那过去滥权有没有人来复权 下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 呃,事实上是有网友提问的 有网友提问就是说今天来这边的代表三位官员代表 到底有没有权利可以去对行政院版的部分有什么样的 你说收集民间意见 今天大家讲了这么多 那呃,这些意见 那你们都说你们听到了 你是听到了 到底能不能带回去做什么样的修改一些 报告 你到立法院这边 或甚至是可以更公开的直接跟大家说 因为像人民议会这个东西 就像刚刚呃,那个加华有报告的一样 这都已经在网友上公开了 事实上如果官员行政机关要真正来对人民负责的话 你们大可今天已经收集了这么多人间意见 有所谓的民间的五点的原则了 你们要怎么把这个原则纳入行政院版 如果你要拿行政院版的这个草案来说服人民的话 到底能不能去做修改 很明显的 现在行政院版的这个内容就是 没有办法让大多数人信 那到底今天三位代表有没有这样的权利回去修改 以及提出报告让分别了解 到此我请,谢谢 好,那陆文费 你对他刚刚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的文化协议是符合你自己手提出来的这个行政院的方法 再说明一点 就是说我一开始有个答的一个问题 是说文化协议的沟通过程 当然这个法律是还没有发生的 或者说我这还是一个自信的讨案是还没有发生的 就是他现在是要你现在回过头来解释 因为这整个签讨论 没有办法用现在的法律去看过去的事情 那我们一再强后说 国贸实力的整个过程实验不明是身自检好 而且整个过程中如果有数字有部分 就我们必须要在你那里 就是我们在说明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会继续让这个沟通 让这个交换意见做得更苦 所以你们就是要回去 把这五大原则回去好好的去检查 所以免会报告上面的长官 今天所 今天在公训会 我们所听到的意见 我们当然都会带回去 那我们也会一些思考 那至于说这个版本 所谓的版本 其实我们最后是再处理一次法律案 法律案都是由大院来解释的 那一直通过的法律案 所以我们当然爱上领导 这样是要公布申出的事情 也有领导的评计 礼拜可能开始足挑战 所以也希望说 你们能够按照这五大原则 我们就好好地去检讨 然后呢 大家能够有一个共识 然后把这所谓的监督条例 能够把它丢出来 好 好 那我们请这个 海青会 王初角 委员 在座各位 正在刚刚那个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 做简单做个报告 行政院本已经送到大院了 那我相信委员理解 行政院并没有说 这个版本是可以一次不改 并没有这样说 所以 各位今天集中的保分意见 我相信 我们来参与各个机关来表 的话 海青会在内 都会很重视 收集又会进行内部的承报 海青会作为大陆事务的议员 所以我们也会做内部的承报 把各位的意见 反映给我们 海青会的角色的长官 然后在行政体系里面 进行讨论 海青会说 因为刚刚陆文会有提到 你们一直在讲说 因为现在还没有要 进入到所谓的政治协商 因此对于这个部分 在我们所谓的两岸协议里面 完全不用提 难道就是等到政治协商 谈完了之后 我们才要来提吗 所以这个部分也请你们 很列入重要的考虑 所以对于这些的所谓的政治 就是说政治主权的这个部分 的一个敏感的这样一个协商 我想这个部分 才是一个理罪 最担心的 那这个部分 请你们在你的两岸协议里面 监督条例里面 就是也适度的去反映出来 好 好 那我们再来就是请我们的 经济部活动局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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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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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可以在这个时间内如何再根据这一条例未来的执作执行 而且还想知道什么 能执作设计我们都要再继承之外 这有些事 等一下 我们看最近我们的国花 你的国花会我们的管主委 他最近在资金区方面也经过这几次的供应会 然后他开始态度松软了 因为去改资金区 原来资金区也是一区不能够改的 那现在已经愿意去改了 那你们不冒协议有没有空间 还是能来一次不改 你们要帮我回答 我为了你回去把这个报道给讲分 那各位他们要补充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想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 就是这个两岸协议的这个递解的条例呢 我想这是民间凡所提出来的就是五大原则 就是要公民能够参与 咨询要公开 人群的保障 让政府有义务 国会能监督 而这监督是只实质的监督 那这五大原则 我们请政府官员把这个带回去 好好再去解释 你们自己已经送到立法院来的提侦的版本 那透过 你们可以透过国民党的委员去提 修正公立 如何能够让民间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民间的这个需求 能够在你的这个条文里面 能够被呈现出来 那另外呢 对于国报协议的这个部分 也请这个经历部 这个国报局 然后再回去 然后呢 好好再去研究 不可能说一个协议只能够 只有叫我们立法院背书 然后呢 完全一个字不能够改的 那另外呢 就是不要再用政治的语言 来抹黑这个民间版 大家都是站在一个希望 能够站在我们台湾的符合民主的原则 跟人权的基础 价值 人权的价值的基础上 朝良性的一个方向去推进 能够呢 让这个两岸呢 就是我们两岸的这个协商呢 能够不违背 民主原则 那这样以人权的标准 破坏环境 伤害劳工 农民跟弱势者的权益 这样一个代价的方式呢 这样进行两岸间的绑架的一个交流 大家要的是一个 这个良性互动的一个基本的准则 并没有要去阻挠 两岸的官方进行任何交流 那其实也许看起来好像说 设了很多的关卡 然后呢 这个如果我会说这是一个签不成的一个条例 如果在前面有把游戏规则定得很清楚 你把该做的这所谓的影响评估都做好 事实上后面就会很快的签 而不会像人民这样的整个站起来五十万人 下一次可能就一百万人 那以后任何人要去谈判 也都有一个准则 不用他去担心 是不是回来会套上 他是一个漫国者 那我觉得说 这个其实也是让大家有一个做事的一个准则 那我们今天的公听会就到此结束 那我们下个礼拜也许就会进步到这里面的 这个页道的一个手艺 好那今天都会到此结束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今天举办这个民间版的两岸 两岸协定地协调理法案的这样一个公听会 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委员办的公听会 也是我们的内政委员会所办的一个正式的公听会 那举办这样一个公听会 最主要的当然是承接我们的这个学运 学运呢移开了地方院 虽然说差评不是结束那只是一个斗点 但是那留下一个非常宝贵的资产 就是要求先立法再审查 那立法就是要把我们两岸的这个先例的这个监督协定 协议的这个监督的机制呢 要把它保持化 那当然呢在这个 其实在4月7号的时候 内政委员会等七八委员 其实也针对这个所谓的监督机制的保持化 也办了一个公听会 那同时呢4月15号公公盟也针对这个部分 也办了一个座谈会 那今天呢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一次公听会呢 因为国民党委员的一个杯葛 所以时间耗掉很多因子 后来增加学者没有办法 上所议员 所以呢我们为了让这个监督条例呢 能够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说 民间版的这样的一个监督条例 他们希望的是什么 那以及呢 也去回应政府呢 一看到民间版的这个监督条例 我们的马总统就说 这是违宪的 为什么违宪 他说是因为立法的凌驾行政权 然后我们的入委会就马上讲说 这是一个监督条例 那另外呢也说 这个是一个法两婆论入法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想就让今天呢 我们的这些议会的学者 也就是民间版的这些的起草人 他们共同所提出来的 民间的心声 人民才是国家的指挥官 那要希望能够听听人民的声音 那人民的招求是什么 那是不是真从如同入委会所讲的 这是一个监督条例 这是一个违宪的条例 这是一个所谓的 法两婆论入法的条例 还是要如同行政院的 他其实就是要让立法院来穿小鞋 然后呢 让他只是能够行事的审查 行事的监督 不能够进入实质的审查 跟实质的监督 那究竟这两边的谁利 那这个部分我想就 我们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工听会 来让大家说清楚 讲明白 那当然呢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楚的 能够了解 其实我们今天除了邀请 我们的专家学者以外 其实我们邀请民间的团体的代表 那以及呢 我们的这个 我们学生的这个代表 都会理会 那同时呢 我们也把这中间一些的Q&A 那甚至呢 在网路上的一些的所谓的懒人包 等等这些的相关的资料 还有专家学者所写的一些的文章呢 都在今天的 我们的这个理会的资料里面呢 都把它放进去 那我们希望说 利用今天这样的一个工听会 让真理呢 跌跌跌鱼 也让人民的心声 能够被清楚的听到 而不是被简化 报约为 所谓的 两国论立法 所谓的 行政权 立法权 民下行政权 所谓的 签部成条例 这样的一个 污名化的一个语言 我们必须要让全国人在要求的 所谓的资讯的一个公开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民间团体呢 也非常清楚的表达 他们希望说 监督条例的这五大原则 第一个就是公民能够参与 然后资讯要公开 人权要有保障 政府要有义务 同时国会能够监督 那这五大原则 我想也就可以来作为 解释这两个条例 就是行政院的版本 或是民间的版本 是不是有符合这民间的 这个诉求的声音 那我想这个部分也是 让你们一一来解释 那我们也希望说 待会政府 当政府发表的回应呢 也能够针对民间的期望 民间的诉求呢 也能够有所回应 好那 首先呢 我就来介绍我们今天 下午呢 委会的这些的 我们的委员 那第一位呢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 这三长期的 这个吴炳瑞委员 好 那台联堂的 赖政昌赖委员 还有民进党的 陈杰如陈委员 那还有许多的委员 因为这是 他们因为公务 所以待会等一下 会慢慢的不去到来 那今天我们委会的 专家学者 首先第一位 就是赖中强 赖律师 他其实就是反监督 反服帽联盟的 理事长 也是反黑箱服帽阵线的代表 那另外一位就是 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的 副研究员 也是宣政公民团体的代表 黄国昌 黄教授 那第三位是 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的 苏彦浦 术研究员 那政大国际法学人 最中心的 送送赶送佛事 还没到的 那我们今天 还有我们公民学习的代表 有位许慧毅 那今天 政府官员的代表 第一位是海基会法律处的黄博润副长 陆委会的法证处的叶林副长 我们经济部的国贸局 ECFA邀请的程序招呼执行秘书 那总统府国安会他给我们一个回复说 说国安会会这个该条例的主板机关 所以不变派人出席 可是我们看到行政院的版本 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国安审查 其实就是要由国安会去顾折 结果他回了一个公文告诉我们说 他们不是这个条例的主板机关 所以他们不变派人 那我们表示非常的遗憾 因为今天整个胡茂会闹到今天贝贝养养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国安局 跟国安会没有把关 所以所谓的国安的问题 国家安全的问题是人民最担心的 但是他们没有把关 那今天要进入的两岸间条例里面 其实行政院的版本 所谓的加上两阶段就是包括国安的审查 结果他们今天也拒绝出席 那我们可能感到非常的厉害 那这样子我们现在就 开始是不是 那如果我们 这边就要打开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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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